要和解的話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捐贈一億到這個 浪盤基金會跟我合作的這個公益項目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跟我打一場生死擂台賽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前方正前方 好右邊鏡頭一點點 知破必改 讓生命來影響生命 我們也希望帶出正向的循環 呃上次的部分癒合的沒有 當初在急診的時候 預期的來的好 因為當初可能醫生跟我說四五天應該就可以拆線了 但是我大概是一個禮拜之後才去別的醫院要拆線 那但是當時的急診醫生是說 這個傷口沒有癒合可能要再一個禮拜 腦震盪的感覺 就大概有點像是你腦子像個豆花 晃來晃去他會感覺的到 不好意思 要告他的罪名是什麼 呃目前都是上一次律師好像是說這個 殺人未遂恐嚇跟傷害吧 你有出出姑會花多少錢 花到千萬 對 律師費沒那麼貴啦 對啊 而且你好多官司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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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兩百萬要 一兩百萬要 我後來從一個目擊證人的口中得知他是用我的手機敲我的 要和解的話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捐贈一億到這個浪盤基金會跟我合作的這個公益項目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跟我打一場生死擂台賽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所以那個觸發會有陰影嗎 呃 陰影是不會有啦 陰影是不會有啦 但是於於他的這個店面的這個衛生狀況可能會有陰影嗎 就是網路上其實有流傳很多關於他店面的一個衛生狀況 所以可能未來挑選這種日式料理店的時候還是要選擇那種職人精神的日式料理店 在那當下我倒是沒有想要逃走 唯一恐懼的可能就是他們拿槍出來 封傳會不會有點 不會啊封傳好啊 才能夠讓大家正確的知道這個 我是讓大家知道的毒品的這個後果 那那黃伯超先生也是一樣暴力來讓大家知道就是用 關於暴力之後的後果會是什麼 我覺得也是好事啦 因為我剛才該打嘛對不對 那打一打讓大家也認識認識 那一塊皮膚組織一定是壞死的 所以本來那一塊就不會長出來了 對 那就吐掉了 那去吃飯嗎 再說啦 再說